火线 零线 地线 放水 拧开注水口的盖子 将纯净水 注入 达到标准区 就是绿色的标准区 就可以了 拧下卡口 放入丝 拧紧 对准这个孔位 记住这个送丝的 这一个孔呢 是朝 用逆时针方向 丝口朝下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穿入它那个固定的一个孔位 在这个位置 然后一路往里送 到了出口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个接口 给它插入 插入之后 这里有一颗螺丝 我们将这个螺临紧 临紧之后 这个卡口也会 临紧了 之后 我们将这个放下 包上去 这边也一样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通电 这边 可以 撕出来之后 从这个位置 给它送进去 送进去之后 这个有铁的这个位置 给它卡入 进去之后 用66脚 将它拧紧 可以 我们在那个送送机上面 把那个信号线插好之后 另外一端 接在机器的后面 送丝信号 也是同样 对准孔位 插进去 拧紧 即可 这个是保护器体 保护器体的话 我们建议一般都是用氮气 用氮气 怼进去 锦额 就可以了 接了那个220伏的电 我们把后面这个 路电开关 打开 我们这个信号线 一般都是插 左边 右边不要插 左边的话 对准孔位 这上面有个记号 插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水箱的温度达到设定温度之后 就可以开激光器 这个使能开关就是你激光器运行之后呢 这边有个使能的一个按钮 当然了我们有这个按钮的话 就不用管这个按钮了 我们按这个按钮 它就会亮 使能是能 就是说这个激光器能不能出光 就是看这个使能 使能亮了 它就可以出光 这个界面的话上面是吹气开关 你把这个吹气开关关的话 它就不会出气了 吹气的 吹气延长时间 就是你按那个开始的开始出激光的时候 它的那个延迟时间 这是摆动 摆动的频率 这是我们激光的功率 功率的话 根据你的焊接的材料 来定你自己的功率 激停 这边就通常电 首先我们看冷水机 一定要检查冷水机 它的水压 它的那个水位 到底是不是 绿色的 绿色的地方 一般来说 我们设计的额定温度 在25到26左右 不要低 也不要高 打开钥匙开关 等待屏幕 软件启动 启动之后 把开机关器 打收工 电源 导向光 开启 确认吹气开关 是否开启 摆动开关 是否开启 这是摆动的频率 可以自己调 激光的 激光的功率 也是根据你的板材 自己调 示范一下 比如说60% OK 30秒之后 打开 我们枪头的位置 要对准 这个铜嘴 这个口 朝下 对准正中心 这个丝口 往上压 压在红光的位置 对准红光 二玉匣 找封键 找封键 只能开关 打开之后 等待一分钟左右 就能出光 就是能开启 这 没关系 没关系 by bwd6